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25日,是今天最后一场读报点评节目啊,上一场没有讲完,刚好说的故障,反正是第一个题目讲完了,我给大家再谈谈,分享分享啊,当然看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报道啊,如果你看这个报道的表面,恐怕你会被误导,那么有一些这个 这个评论或者报道啊,非常的感动人,你比如说今天吧,看到海外这是万维网吧,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报道,讲到什么这个恐慌蔓延,中国报复社会性事件呢,就是基层,层出不求,就这些草民业界变成暴民, 一直到现在政府,有关部门不报道,不敢公开宣传,因为太多了,而且开始变成杀官,怎么盯住那当官的啊,一杀就是一家家杀,这其实就一场革命 那么我们想一想,他的原因是什么,这篇文章给你们介绍了,我认为他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他没挑明啊,你看他这样讲了,他说十月的中午啊,他说这个 报复社会的事件呢,贫乏发生 人们在感到躁着的时候,感到恐慌了 什么原因,他说恐慌,是因为经济地迷 50人员,在内的中国失忆者 在数量上激增 意味着这一庞大的人群在行动上 这个,采取一些办法,伤害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他讲这个事啊,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他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啊 呃,他只是罗列了一些事件 你比如说他讲到青岛,这十月二三号发生了,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青岛发生一期啊 还有十月八号广州一期 十月二号江西景的这一期 还有一期呢,是十月二十号湖北武汉等等 你发没发现一个规律 基本上都是什么呢 内斗特别激烈的 就习近平整肃对立派啊 重点地区 也青岛整余政生的人呢 发生极端政变,整余政生的官员 和他有关联的官员 抓了好多人,只是他没报道 因为你要抓一个当官,比如英美根吧 刚刚讲了副省长,你抓了他了 你要搜据他的人证物证书证 抓随民营企业家 不会少十个二十个 但是他没有知名度 我不相信英美根一提副省长 人们都关注副省长 忘了被这个检商院法院 就是公安局抓起来的那些 那些那些瀑布通融的人 因为他们默默无名 因为这是内斗,他也不易多讲 所以这伤害了很多人 就社会形成泪气啊 那么如果你不相信 你回想回想吧 在三年封工这期间 你就看中南海的领导干部吧 只有一个人踏踏实地做事 咱先不讲他以前犯没犯过其他错误 就讲治理疫情 有一个官员从南走到北 从西走到东 哪里他都去 就都是什么 就亲自到现场 当然都是开会了 视察了 什么指导工作了 立行公司 但是你看那些官员 就习近平那些弟弟 刘鹤 丁学祥 什么栗战 树王小红 全都是视频联系 习近平就这样 根本的面都不敢着 就怕感染病毒 只有胡春华 我要讲的什么呢 你必须承认中国这个就是官场上啊 脚子与红二代 官二代 就正皇旗 就是搁起来 习近平这些人 就官二代这些人 相对共情团派的官员 草根出身 还能做点事 你比如说人家那个刘七宝吧 他是周强的秘书 那这个刘七宝是万里的秘书 周强也是共情团排 李源潮 沈月月 胡锦涛 令计划 就这些人 李克强还真是能做的事情 凡是和他们结束都是 因为辽宁 李克强 由于现在内度特别激烈 打击的恰恰就是共情团排 所以上述这些事件发生了 出了社会矛盾计划 就他讲这些原因 什么劳动保险 医疗保险 什么失业这些问题 滋味 官员内度 都是在内度特别激烈的地区发生 不妨简单再给你们重复 你看他举的例子 10月23号晚上山东青岛 毁凝土搅拌车这司机 他怎么喊呢 共产党不让他活 对不对 那就那个地方折腾很厉害 官员全躺平不干事了 因为官员都挨整啊 能干点事 官员就是共鸣团排 像于正生的人 都整了 正在调查 谁管这事 因为像这种报复社会的事 肯定对我萌芽 不可能一下发生 你想人那么大的觉醒 不活了 你就想想 他开这车之前 他的想好 这是不归路 你创了人法呢 就是他按照他那个 这肯定是个犯罪行为了 就是不应该这样啊 伤害那些无辜的 但是那我问你 他不这样做跟什么 你给我讲一讲吧 他冲击政府 他能冲进政府里边吗 你想象说 政府大楼一冲就进去了 没那么容易啊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 他以前可能谁都不关注他 他恨一些人 底层老百姓 你想你要在街头 比如说 叫人打雷的 有几个人管你吧 你给我讲一讲 他觉得很失望 对任何人都失望 觉得这个社会没有希望 哪有希望 你咱们那时候 坐牢那时候 你就可以看着 你谁同情 以前的好 有的好朋友都帮助过他的人 那都心同不忍 你的地方都不敢接 都现在都还有存在恐惧的 我告诉你 你就想想 人们人情多么冷落 所以他没有希望生活上去 你再看这个 10月8号广东的广州 那是打击旺洋 胡顺华的人 旺洋是真正的做的事 旺洋的人 重用的人 我听广东人 过来跟我讲 旺洋当年重用 就是他那些的 亲戚干嘛 几乎全抓 我就告诉你 抱的很少 几乎全部抓起来 因为都有问题 他就打击正敌 兵住这些地方 所以为什么现在工作 搞今天这个样子 就和这有关系 现在还在继续整 你再看 这个下一期 景德镇江西 这是曾庆红 蒙炎珠老曹的 就刚才讲了 对不对 你再看下一期 是湖北武汉 武汉三年封坑 就整得很厉害了 这又开始整 对不对 这是余正生老曹 你就想 怎么能不出事 这是社会现象 就是这个暴力 就是这个现象 就告诉你 这个矛盾 积累 或者社会矛盾 还有什么 党内矛盾 我今天给你提示提示 你不信你就看了这些 后面这些 几乎全都是 不见得很少 厦门的什么很少 浙江的很少 全是这些地方 就是从一个视角 能看出来 这个官场内 都非常的激烈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今天看了是很悲凉 就是一个小女孩 好漂亮 而且还是 就是英语老师 过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疾病 就红斑狼藏 是吧 到瑞士去安乐死 你看他爸爸反正 七十八岁 活得挺好 他爸爸陪他 你看这个故事 这真事 记载他每一天 就到几时 你看了以后 你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就讲到 这个女人是爱美的女人 选择在异国他乡 就是接触生命 那么他爸爸陪同他 他妈妈就对他 按照他讲的故事清洁 他妈妈对他就是不好 是吧 就是说你活着连累家人 就是他自己叙述这故事 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个今天震动整个 网友 排在阅读群体里 是吧 大家看了以后 我给你讲 咱们先不讲 就是说人情冷漠 你就这种 故事好多 都每个家庭 都有可能发生 家人的一定的 尽最大能力帮助 怎么还能讲出这种话 今天我不通这个角度 去评论 因为咱们具体情况不清楚 我也告诉你 这里讲的红白浪长 有人能救 能治 他不知道 我今天给你们提示 但是非分可惜 一个人过世的 就是什么皮肤病 什么牛皮血 红白浪长 就这些难度可大的病啊 我告诉你 就原先有一个人 就是大连呢 当时有四大名以上 上市 你老大人都是 这个视频 肯定大连人一看 都名其 何鸿邦 这个古明山 一共四大名那一大 我想起了四岁 我告诉你 这个何鸿邦 治了什么呢 萎缩性胃炎 你看萎缩性胃炎 人们不都讲吗 从理论上讲 只要你尝上屁花针了 治不了了 肯定在这 我就尝上屁花针 你看我现在活得多好 就这个老先生给治了 何鸿邦 他过世了 你才在讲周鸣奇 就我看他这个 周鸣奇是大连三院的 你看你问老大连的 三院的 都名其中医师 就中医能治一些绝人 他就能治这个皮肤病 他就治这个 就这些病 他治的最好 你管怎么治 因为我和他交情不是太深 不像和这个何鸿邦 那么交情那么深 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他怎么过世 你就是中国怎么能好 这个政治体制 他就亚裔人才 就人才倒霉 这些中医师 他毕生经历都是什么 都在治虑救人 我发现他们的特点 都不会做生意 生活都很平均 就是什么 玄乎济世 中国古人 中国古人中医不都学后期 他不都是建中药 主人中药 学的那个救人家 从来没想到赚钱 然后政府是什么呢 就是等级社会 因为你有名在这个医院 对不对 你就得为权贵付 权贵叫你来就得 招自己来 贵子能去 他们可不珍惜人才 但是都知道利用这人才 被自己制定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周明奇怎么死 周明奇就是 当时有个市委常委 他不是很大的管 他管是不能管 我印象当中 他应该是管这个 医疗的领导 他有病 有病领导叫你去 你半夜三个月的去 这个周明奇就叫他去 周明奇 其实在上班 他住在哪个地方 我告诉你 你不信你问 大连人都是 他住在盖镇盛家附近 盖镇盖家四个孩子 却抵足球 盖家四节 就在踢场那里 要先在那个房之前 当时不值钱 就是那个交通交道 就踢了一些对面 就周明奇 他这个据可靠人士 透过 就绝对准确 他大概好像是 下半夜 有领导叫去看病 必须马上到 他必须到 他没有车 就那个领导欺负人 就对这些专家 他不纵死 就是叫你来 必须得命令事 他就去 他骑增车 回来的时候太疲劳了 好像给那领导看完病 回来 他好卖 一般都是中医的好卖 开药嘛 他还回来骑增车 他让一个大骑车 扎死 哎呀 很惨 这可惜 那是人才 当时他六十多岁 连老大人都知道 周明奇 就他能治疗病 我今天看着 我就看着 这个小女孩 可惜啊 就是 这个小女孩是 她会赚钱 又是什么百万 又是这个 她不知道 在中国民间 有很多医生 什么病可能治 我就告诉你 癌症更能治 这就是什么 共产党没有 很好的珍惜人才 你就拿何鸿邦来讲 我太了解了 因为我写过它 你看那个 《了望》 《了望》杂志 《了望月刊》 《周刊》 《新华社》班 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何鸿邦于 阻断胃癌的人》 你比你看下还有 就写这个老先生 我跟他也出书了以后 怎么跟他关系 出这个好 现在这些人的故事 我可以讲 你否则西家军 在大连现在很多人 他整我 我也受不了 整那些人 我心疼的 我不能讲太细节 今天可以讲细节 我跟他 跟他报以后 熟了 熟了我老去看他 我说我帮他啥忙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好心 他就是 这个直直地看病 还不知道赚钱 还没有 想不到赚钱这个事 还连车都没有 也是青森车上班 就在喝 和我们把老和头 才叫老和头 忠心语言 他治什么之后 未必变成 辩证家界 所有的 慰言全能治 萎缩性慰言 这个慰言 全都能做治 我告诉你 然后呢 他 一到想用车的时候 他自认 自己有的事 是出眼门 这个事 他朋友也多 他好面子 他没有车 他在找我 我怎么 我做记者 认识人多 我工厂厂长 企业家 一大批我的朋友 我跟你讲 我给他要车 我给他找车 但现在想 也是不政治粉 是吧 咱们不求疑 办事 就要个车 可以吧 对不对 你懂不懂 我就工帮 用车的时候 就找我 我给他找车 用谁的车 这个人过世了 我才跟你们讲 就是原来 大连体育品商场 总经理 于云胜 这个人非常好 我就跟他咬车 对 他就派车 给这个 何大夫 何大夫一到上海 我得给随着一些 看个病 说何大夫厉害 他比周冰奇强 周冰奇增车 何大夫到哪里看病 去和回来 都坐自己的车 是我给他要的 你得承认 我俩关系好 都不知道 我想可以讲 因为于云胜 也过世了 何鸿棒也过世 我告诉你 就是共产党 那些卫生局的干部 什么叫市长 副市长 包括波熙来 他们用这些 就是都有这个 遗迹子上的 这位自己看病 你看波熙来 那个 就是中医院 那个人 那个 搞推拿的人 是吧 你的那个 他那个 就是这个波及呢 就是这个 净嘴 有毛病 他个儿高 他一米大大个 波熙来长得潇洒 因为长得老 敬天 是吧 那是中医院人 男性啊 给他按摩 那个 就这个地方 用力大了 那波熙来 马上翻脸了 是不是于雪翔派你来 就害我 他跟于雪翔有矛盾 你讲 波熙来这个 我给你讲都是真事 哪给你开除了 你就想 私送心医院 可以拿 还在 或者自己半个诊手 姓天 我告诉你 这当官 全是这个德行 用人呢 他相信你 用完就行 从来不帮你 毁 没有什么 比当官毁 你记住 有没有好的 有少 尤其是这些 什么官儿的 他爹是官儿 他是官儿的人 几乎没有好人 我就跟你讲 我接受了好多 我都叫很嘎吼 因为他从小 就是共产长大了 你帮助他是应该的 你不管 不管他整理 就习近平 为什么国家治理到这场 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 所以今天回到这小孩 这小孩很可惜 因为他年轻 他可能 那社会圈子有限 他不知道 中国这个中医 也不能水很深 人才有的是 像他这个病 根本不需要阿洛斯 红白浪桑 有能知的人 中国这么大 有的是人才 当然有些人才 灭灭了 你就像 何鸿邦过世了 你看何鸿邦的 徒弟发大财 你看 我老去 他不是给人耗卖吗 一边耗卖 他徒弟在那鸡肉房 他徒弟那时候 在大学 实习生做呢 我不想是谁 那个兄弟挺好 我中间 吃饭以后 他老请我吃饭 只要我在家里 他说 大哥 你有没有空 有空跟我一起吃饭 我说好 那时候我就一个人 也乘饭吃了 当然好 因为那个年轻人很聪明 他就是给他 吃饭那个药房 全学会了 你看后来开了多少医院 2006年 我从前有吃饭 后来说 他开了好几个医院 我都不多讲了 我要告诉你 就是说 这一代老一代的中医师 他们不知道 只赚钱 无私的奉献社会 他们可被的地方 赶到了一个最黑暗的年代 就是共产党统治 这就和这个小孩 连在一起 由于什么呢 他这个 你会有疑技之常的医生 他不宣传 他就为你当管服 你比如说 你是银川寺有名的 他不宣传 银川寺里 市政府领导治 卫生区治 一有病 领导有病 他就叫给领导看病 什么呢 都藏起来 这小孩怎么能治 可惜 红外浪肠 有的是能治 就告诉你 那么周明其不在 周明其有名后人 他有没有徒弟 肯定有 有没有家人 祖传 肯定有 能治 所以这个小孩 如果谁还有人 咱们打听打听 先别上历史 但是最后一步 历史可以安乐死 那很令人悲痛的事 就我今天看 我比你们七发七发 因为是我本身 做记者20年 说心里话 咱不能说 咱多见多识光 咱们是劣质一儿 好 不要绝望啊 您这个就报道看了以后 零人心碎 您说这个什么政治制度 我如此的忽略 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 你就看不到政府 看不到什么 为人民服务 人民就是江山 这要是党管 你比如说这慈禧 要是得这个病 保证能治 全中国的治红外浪肠 专家保证 全部云集到陕西 当成政治任务必须完成 是不是 可怕 实在是可悲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 这是今天看到的北大 北大以前是什么地方 那是高中学府 是不是 那是人杰地灵 这个地方 你看现在北大出啥事了 北大的租籍和女下属 叫人贴出一个公告 建立永久亲民关系承诺书 这个新闻挺有意思 他讲到北京大学 有一个人在墙上贴出一个公告 地点在哪地方 北京师范大学 食堂门口的共乡办车墙上 落款是谁呢 乔木据称现任 北四大心理学党委书记 王某也任职心理学部 也就是有个人是恶狗 就给别人这么故事 讲领导干妈和女下属 有些什么什么事 世界上不是这么回事 跟今天这篇文章讲 我们不评价这事 我要告诉你什么 什么呢 他为什么出现这些东西 内斗 人和人之间关系列别 就在西平统治下 我跟你讲 搞街东这一套 香江雪山 斗的人们 就在互相自由 像动物园似的 你看现在每天 你就看这些新闻 最近有个好现象 就是高朗又回来了 唱唱歌 多多少少缓解的社会矛盾 你看胡温那个年代 他也是一党之政 他肯定也是虚拟 但是最起码社会主题思想是对的 和谐社会建立和设计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发展 你看新一平 新时代 什么新时代 这不就文化大俄立的套东西吗 街道人 哲学说 整天斗 你就现在打开中纪委网站 每天抓着人 就刚才中纪委公布的 是吧 这个抓的是 听级 这个顾及大人 五十多个 对不对 刚才新华社有个数字 我不去给你们读了 那北大 为什么高等学府 就开始出现这些事呢 那就表明这里 在搞运动 人互相整 你整我整 你要冲 我给你变个故事 哈铁墙上 你看过去在 我们那个时候 在大学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的墙上铁子的一个东西 那时候墙上铁子都是什么学报 是不是啊 就办学看 校看 办这个 民办的杂志 你看那时候 八十年代什么 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 民主强带动的 对吧 你看辽大那时候 还有这个 一类杂志 还有同学杂志 是不是啊 这个本人当时 办那个有印的春秋杂志 办的是最差的 最好就贝雷 办得好 那贝雷主编不就是那个连吉吗 连吉后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你看那个杜文讲的故事当中提到他 对不对 那个人在大学就有思想 就先行 那个贝雷就发表一篇文章 为魏京生鸣不平啊 我记得清楚啊 那个文章登完之后 校党也要求给他撤下来 然后那个中文部的那个主任叫言语他 那老先生戴个八角帽 八角帽放桌上 讲课的时候 接替教室在这讲啊 看看耳探就讲这个世界啊 就那篇文章公开魏魏京生 呼吁 你想贝雷杂志啊 牵引的 影响很大啊 他当时那些编辑的后来那些人都进入体制 那当官了 都是在文化艺术界 几乎全贬制 我就告诉你 你进了官场啊 入了党就没有了人性 你知道吗 这个连吉也当大官了 你们无自的去副主席 好在没出事 延黄春秋不他管吗 你不许去问问吧 你们连吉 那时候老到这个 他宿舍去找我们大连一个老乡啊 那个兄弟非常好 但胆小怕事 现在就退休了 退休之前也是一个 辽宁省一个杂志的主意 我不提了 要提人吓死了 又好说 微平你别人提我啊 都快哭了 你吓得一切 所以我就不提 我告诉你 就共产党这个政治体制 害了很多人啊 那么这个北大一般的 北大变颜色了 北施法变颜色了 变了什么呢 墙上开始贴着桃色新闻 搞这些名堂了 全面的堵入 就西平的时代 好 我要告诉你 最后给大家再讲一个小题目 你们肯定没有看出来 奉考王今天发表一篇文章 养养万言 讲什么呢 讲一个男子 被看以后 吃酸 反杀对方 有一个男人 见义勇为啊 结果随话被派刑 判了十年 这个案子纠正 养养万言 发表一篇文章 我给你们看看 这是今天很大的新闻 就是凤凰 但是你们知道 是怎么回事吗 你给我讲讲 为什么他今天要搞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 你们没看出来吧 对不对 就我觉得手上 还有这么个东西 在列手机 我都给拿下来 打回告诉你 就这篇文章 看见没有 我给你们看一看 我一部编辑了 你看 今天凤凰网上讲这个人 你要看这个表面呢 很简单 就这个案子是一个旧案 怎么回事呢 就是内蒙古自治区 信安蒙 阿尔山市市民 一个人叫王源 2020年8月17号晚上 他开车送一个叫 郝建宇的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郝建宇突然遭到了 另外一个人叫郭长俊 赤道邪气 就是这个赤道上人叫郭长俊 这一瞬间呢 他被拆到砍了四刀 血流物质 危机时刻 王源不顾 个人安慰啊 奋力把这个歹徒 手中的凶器夺下来 夺完了以后 你看 就郝建宇不受伤了吗 离开现场去医院 途走 再次遭到这个郭长俊 吃酸攻击 面目 就是郭长俊呢 杀他心切 在后面追上来了 王源赶来的时候 再次挺身而出 从上前 制止郭长俊 行凶 并踹了他屁股两脚 将其踹到在地里 这时候呢 郝建宇迅速夺过了钻头 就打在这个郭长俊 这个凶手的脑袋上 这个凶手20天以后不知身 他就讲这么说 这细节我不去讲了 因为有那个监控录 录像自听 他怎么判我也不讲了 好啊 你看这新闻多好 共产党开始 这个纠正冤假错案了 是不是 这么原因 你看在哪发生的吗 内蒙古 明白了 这实际上都是内斗 就是习近平这些班子 他现在要整胡春华 他专门在胡春华老巢 开始跳毛病 因为他把这个案纠正以后 牵涉一大批 公检法司的人员 你知道吗 因为这些人员 警察没有复备问题 比如公安局的吧 检察院法院 他把这个王源派行了以后 肯定是得有人签字 一层一层的 对不对 倒不一定涉及到胡春华 胡春华那么大的官 什么都管啊 是不是 但是 他要整肃胡春华老巢 所有的对立派 他抓不着你腐盖怎么办 他就来一场运动 专门查内蒙古的冤假错案 所以这个案都捡个漏 捡个大便宜 这个案他们内斗 要查这个事把他翻过来 你明白了 我要告诉你 你不请仔细看看 现在范子报道 体制的一坏事 全是共青团派干过的地方 湖南啊 这个辽宁啊 是不是 这个内蒙呢 广州啦 这个西藏啊 哎 河北 对不对 有好多做河北 这就是大级正题 你要真正平反冤假错案 你就应该学习胡耀王 不管什么派 对不对 兵公之法 出于公信 他现在不是 他就盯住什么 盯住胡春华 所以谁都跟胡春华倒霉 当时也有人跟胡春华占便宜 就这个叫亡源的 是吧 这案子不就纠正了吗 因为这案子原本就是一个 如此正义 是吧 不应该判写 就属于正当防卫吧 制止这个暴力世界 啊 这个很容易纠正的 原因是什么 哎 他在这里就要整一批当官的 因为你给他这翻过来以后 那些签字 比如说公安局的人 随签的随办的案 检查院随批服的 法院随执行的 公众朋友 这是一大不幸的 你没有服务的问题 你是属于忽众 纵用的 不过下去 原因是什么 你办过冤假策案 看出没有 这就是内斗 啊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